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扭个头仔 再扭着裙子 挂眼和嘴 加上花和头沙 一个气球新凉 不用五分钟就完成 只要有创意 扭气球原来可以千变万化 卡通人物 蜜蜂、花 都是小移科 读大学的时候 修读产品及室内设计的陈飞比 最喜欢都是设计气球衣 还参加不少国际赛事 6月头 他大胆将LED灯加入设计 更夺得马来西亚国际气球服装设计大奖 去年2月成立公司 用气球做分纱 派对的布置和饰物 一套分纱售价大概是三四千元左右 原来飞比最初只是一心哄个女儿开心 跟着电视节目自学 但从此就爱不释手 更加将自己的兴趣变成事业 不过他的创业路并非一帆风信 香港不单好少相关的货情 而且买到的气球颜色有限 材料方面其实以往香港的货 都是不足够的 你可以在书局买到的波 只会有一包杂式的气球给你 但原来经过在上网的调查 原来发现气球是有这么多颜色的 我也在当中选择了一种 质量比较好 也有安全标准的气球来用 之后直接去订货 魏玲是她第一位徒弟 她说希望以扭波发展自己的事业 其实因为现在都很小 想拿多些经验 而且都想在这一行试下 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这一行人 香港来计比较少人开始接触这一行 我觉得可以慢慢在这一行发展上去 气球加上气泵 成本只是百多元 但已经可以做到大概一百个这样的气球公仔 亦都可以开始你的创业大计 香港福民电视记者鸿音报道